万万没想到这一套产品 在发射台黄色线条的地方也能发光 最初宣传的时候好像并没有提到这个功能 算是一个意外惊喜了 而且整个线条的发光非常均匀 完全没有点发光的问题 Hello小伙伴们大家好 我是戴萌兔 大型连续巨制EBA初号机又如期更新了 这期视频要开始装下面发射台的部分了 两个月的时间攒了好多零件 所以说也就不多废话了 我们直接开工 首先来装的是发射台的左边 先把上面这块盖板翻到背面 在这个下面边上要粘上一块盖板 接着是把这块盖板和发射台的底座进行合体 这里安装的很松 因为要从内部上螺丝固定的 螺丝拧完了之后再拿出另外一半的盖板 在盖板的上边缘的地方 也同样是需要粘上一块小零件 接着再把盖板和本体进行合体 在边上三个长方形的小孔洞里面 插上三个小零件 把整块零件换个方向 在侧面这四个凸起上 先装上一块盖板 然后在上面再加上一块盖板 这个盖板是弯的 有一点像是支撑架一样的零件 用四个螺丝固定 类似的结构还有一个比较小的零件 在里面装上两个脚撑 对称的另外一边再装一个 在脚撑根部的侧面需要装上一块盖板 另外一边还有一块 这里安装的是比较松的 需要上一下胶水 拿出刚才装了一半的底座零件 在下面会有六个缺口 在缺口上装上一个方形的零件 在方形零件的中间 再把刚才装完的那个脚撑 给装上去就可以了 接着是这样子一个圆筒形的零件 在侧面会有一个缺口 在上面需要装上一个连接件 把这个圆筒形零件和地台进行合体 装到这个地台的前面就可以了 左半边的发射台底座装完了之后 镜像对称相同结构 把右半边的底座也组装完成 现在装的是底部平台的部分 首先是需要装外延一圈侧边 总共是分了三块 需要把这三块侧边先连接在一起 在连接口的地方 用两颗螺丝拧上一个连接件 连接件的另外一边和中间的边框 组合在一起 这边也是用两颗螺丝固定 相同的结构 在另外一边再装一个 侧面还有一个边框也装上 边框准备好之后 把底板整体翻个面 把这个边框沿着边给它合上去 找准位置之后周围一圈用螺丝固定 一圈总共是14颗螺丝 全碾完我手都算了 在底板的侧面装上一块防护装甲 在底板的正面中间会有一个长方形的凹槽 在里面需要粘上一个铁块 把整块底板再翻个面 在下面还需要再装上一块边框 接着装发射地台周围一圈 警示条纹的零件 黄黑相间的条纹 这里都是独立分件 嵌在周围一圈 再转个面 在左右两边也会有一些警示线条 相同的结构另外一边也装上 再拿出一个发射台上的零件 看这个形状有点像是放电池的地方 在这个零件的边缘处会有6个凹坑 在凹坑上分别粘上6颗磁石 内侧一圈6颗粘完了之后翻个面 再反面还有两个凹坑 里面也要粘上两颗大的磁石 这块零件安装的部位其实也挺明显的 就是底板中间凹坑的地方 就在这里 下一期视频应该会装这个零件的 视频的最后还要再来检查一下 发光元件能否正常工作 因为这个月的零件当中 还给了一个全新的线路板 用来检查发光元件的 看这个形状相信大家也已经发现了 就是这一款产品在发射台的地方 也是会有发光功能的 这一点有一点出乎我的意料 因为最初在宣传的时候 并没有提到底台也能发光 现在有发光元件的话 我还觉得挺不错的 赶紧来检查一下 电池仓也是给了一个全新的 是装4节5号电池 把这个电源给接上 然后再把发光元件插到对应的接口上 就可以了 OK所有的灯珠都是可以发光的 在发光元件上面还会有一个黄色的外框 其实也有 可以照上去看一看 这个柔光效果还是非常好的 第二块也是能够正常发光的 所有灯珠都是亮的 OK同样是没有任何的问题 另外还有最早装完的头部 这次也是可以检查灯光了 因为头部的眼睛是有两种颜色的 之前那块线路板是无法实现 两种颜色的变化 这块线路板的话就可以了 这样子的话就是个红眼状态 这样子的话就是正常的白眼状态 其实这两个月送来的零件当中 连上面的这一半的底板零件 也已经都给我们了 只不过说明书还没有跟上 具体怎么装的话还不知道 但是这期视频的话 可以简单的做一下夹组 看一看它的效果如何 其实组装结构是非常简单的 不用说明书也能装 但是可惜的是螺丝不够 所以说这期视频也是无法安装的 既然地台上有发光的功能 电池大概率也是装在地台里面 我猜测本体的供电 肯定就是通过其他电缆来供电的了 这样子的话 还原度我认为还是相当高的 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了 这期视频只装了一半的发射台 非常难受 但是答应大家两个月更新一次 还是要遵守诺言 就当是一个进度汇报了 如果下个月送来的零件 可以完成发射台的话 我会加更一期 先把发射台给装完 如果下个月的零件 依旧还是无法完成发射台的话 那就按照原计划 还是两个月更新一次 总之如果你喜欢这一系列视频的话 千万不要忘了点一下关注 我会持续更新这一套产品的制作进度的 好那就是这样 我是戴萌兔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了 拜拜